我感觉张博士来给我们祈祷一番,很难得的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今天是五月十七的另一次的台奖。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获益。 好,谢谢,我们请张博士。 这延续我们过去半年讲儒家的观念。 在过去半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他的理论。 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就是要讲怎么样把这个观念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因为儒学呢,在过去的一半, 基本上,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用的人在日常生活仍然有, 但是知识论者,很多人是把他读到的事情里面回去。 我刚刚还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人上次聚会的时候, 说到他的女儿,最近在上到这个博士高中的阶段。 课程里面,按照我们现在教育部的规范, 要讲儒家,讲文语,要讲台话的特质, 有一定的实处。 我们这个学弟呢,看着我们,很理所当然的跟我讲。 讲什么呢?她说,学长,上这种课有用吗? 我的女儿还要花时间在这种课程上面。 各位就可以知道,一般社会, 对于所谓的儒家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观念, 其实是可能还是没有用的。 这是非常令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主意。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 怎么样把过去的观念要在现在的社会。 我们有必要用过去的观念来和现在的生活。 各位如果经过我们这两次讨论会, 我相信各位一定会很清楚的认知到, 我们不是把过去的观念用到现在, 而是我们要创造人类未来的远程。 所以,在今天开始演讲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新闻。 这段新闻跟我们日常生活, 却是息息相关。 这个新闻讲的是在美国的新闻。 在美国西岸的美食重镇洛杉矶, 这些掀起了一股培根美食潮流。 这些培根不光是出现在汉堡里面, 在巧克力甜甜圈食的鸡尾酒里面, 都加入了培根。 闲闲天甜甜滋味, 受到超多的欢迎, 年代结实的全美国培根年销售量逐年上升。 美食汉堡店最经典的产品, 培根花生酱起司牛肉堡, 多汁的汉堡肉加上香滑的花生酱。 最上层间的咸香酥脆的培根, 一口咬下那种咔嚼咔嚼的幸福感, 悠然而生。 原本汉堡配角的培根肉, 现在可是大陆山西地区的饮食辛丑。 所有高档的餐厅都有他们特殊的培根料理, 像是位在时尚巢店聚集的第三届这家餐厅, 就推出了这款猪肉糖果。 中东也早包上预热鸡肉的起司, 外层再裹一条培根肉, 然后放入炉子里用火烤。 这锅只有六小块, 却要价8美元。 韩国城的这家烧烤专卖店, 也推出酥脆的培根烤鸡肉。 至于美食以及战区帕萨迪那的这家知名餐厅, 还推出了超大份量的培根牛肉堡。 汉堡送上多时还插进把餐刀, 方便消费者切开来吃。 这股培根美食潮流所带动的肉品消耗量可相当惊人。 这股培根风潮还不光是出现在正餐, 甜甜圈,巧克力富拉米蛋糕,奶昔, 就连调酒且新马力都加入了培根。 肉品市场专家指出, 过去四年以来美国每一年培根的销售量都不断攀升, 光是去年的销售量就成长百分之二十。 这家营养专家看了恐怕要大摇起头, 因为高脂肪、高盐分的培根和心臟血管疾病的致病因子。 长久这样吃下去,健康很难不会出问题。 记得我顾问整个道道。 各位已经看到了这个, 在美国洛杉矶的美食节目, 每一杯销售。 我看在台湾的麦当劳也是一样, 那个各种宝现在是非常的好卖, 小朋友都知道这个麦当劳呢, 父母亲要喝豆浆的小孩子要喝奶习, 尤其是要夏天道。 但是实际上呢, 在美国我们知道, 美国长时间一百年来的营养观念, 吃肉、吃甜食, 给美国人带来一切讨论, 在美国最重要的疾病, 其实就是心上学问。 在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呢,过去我们都是瘦子, 现在小孩子看到,都是胖子。 所以我们的饮食、 希望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饮食。 但是实际上的饮食, 确实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都需要。 所以刚刚呢,如果, 有赐货我们带来的那个甜食的面包, 吃下柳子。 各位可是知道, 中华美食啊, 你们如果去参加过, 很多我们传统的饮食会, 到最后都是上甜食。 为什么? 上甜食, 有一个经验上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这个客人, 吃了整道菜下来, 还没饱饱, 甜食一吃下没有饱饱。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吃完甜食了以后, 还人人都会饱饱。 这个呢, 在过去中国的厨师, 是用经验来的。 所以准备甜食是每一个餐饮都必须要。 现在在西方, 却可以用化学反应, 叫做化学生理反应, 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我各位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里面, 提供我们什么东西呢? 提供我们非常重要的, 培根肉就是我们讲的三层肉。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香味跟口感。 可是刚刚各位知道的那个甜食带的快乐是什么? 雪。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讲一个完整的, 营养水的概念。 但是, 基本上, 我们身体, 吃下食物以后, 在20分钟之内, 会渐渐的, 经过消化, 会开始, 使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糖值上升。 所以, 当你在饥饿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不舒服, 是因为血糖太低了。 发出科, 我们告诉你, 可是, 你要吃东西。 可是, 你吃下去了以后, 血糖开始上升, 你开始觉得, 哎呀, 满意。 这是因为血糖的值, 上升到了, 有一个感受点, 让你觉得很舒服。 这个是每一天, 我们血糖值在我们的, 身体里面, 我们的, 血糖值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造成的, 生理反应。 可是, 如果一个人, 他的血液的血糖, 却是, 经常维持在高度, 那对不起, 那可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那就已经变成疾病了。 各位可以看到, 高浓度的血糖呢, 它其实影响生理反应,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基本上讲起来, 高血糖, 我们在身体, 在吃饭的时候呢, 它是, 血糖因为你吃, 吃了食物它上升, 但是, 身体会把它带到各细胞里面, 把这个糖送到各细胞里面, 在住心下, 所以它血糖会上去, 再下来。 可是如果你一直维持在高档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快乐, 它会造成什么? 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会造成焦虑, 它会造成精神保护, 它也会造成疲惫的感觉, 你不再是舒服了。 然后呢, 渐渐的这个人, 它会失去耐性, 很容易化脾气, 然后它会凭尿, 它会口渴, 它会灌死那种。 而这一些症状, 就是绝大多数糖尿病的人, 这个人。 各位, 哦, 糖尿病就是指什么? 血液里面的血糖超过太多, 我们去看医生抽血, 应该大家都很喜欢抽血, 哦, 血糖超过哪里, 医生就要开始管治疾, 对不对? 所以血糖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影响了我们人的安定。 现在的科学, 对人身体经过详细的研究, 各位看这个图,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一个人从白天到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了, 身体血液里面, 血糖的变化, 跟食物的关系。 所以如果一个人, 早上七点开始, 他吃早餐, 那么我们一般的早餐吃什么? 各位, 一般我们的早餐, 在中国人来讲都吃西饭, 对不对? 然后吃馒头, 吃这边, 你们会发现, 东方的饮食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 我们讲的定的, 比较多, 蛋白就比较少, 那么西方人呢, 就, 各位就可以看到, 西方人我们最常经验的, 早上都是一杯咖啡, 然后就吃面包, 对不对? 那不然在, 现在就是在汉堡啊, 一堆吃下去, 肉也吃下去, 那东方呢, 过去, 穷嘛, 肉吃的时候, 西方人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到美国, 去美国的时候看到, 到处看到就是胖子, 我在旧心里面都看到最大的胖子, 走路很困难, 几乎是要, 移动五公尺, 不知道要, 可能要半公尺, 这么跑, 到处都是这个, 那么, 再回来看这个, 各位就知道, 早上我们大概七点吃早餐, 这个值呢, 就是什么, 就是insulin plus level, 就是我们的胰岛素的值, 你食物吃下去, 另外这条线就是你吃食物下去, 基本上我们吃食物下去, 就刺激了胰岛素的分泌, 为什么? 因为胰岛素是帮助身体, 把糖从血液搬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一个人晚上睡觉睡了一个晚上的以后, 基本上你的细胞里面的糖已经泡掉, 你吃早餐, 第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把那个糖放到细胞里面去, 补充能量, 那我们的细胞要活动, 需要能量, 如果你不给它能外来的能量, 它只好动用它的储存能量, 所以这个细胞就等于是一天, 一日再一日的话就越来越衰过,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吃啊, 所以, 胰岛素上升, 血糖上升, 因为你到了中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些小小, 它自动会有一个变化, 到了中午的时候, 你一吃它又上去了, 到了晚上你一吃它又上去了, 所以, 血糖刺激胰岛素, 胰岛素, 再把血糖搬到细胞里面, 下来的胰岛素就跟着下来, 这就是我们身体的感应, 这个数字, 可以测到每一cc里面有多少含量, 各位NKS看得到我们算的量都是什么, 叫做mini ground, 叫做毫克, 一公斤是1000克, 毫克是15-30克, 现在科学是非常精硬, 而影响我们身体反应的量, 就是这么少, 这就是我们现在, 在西方科学知识下, 把很多东西都数字化, 定量化了以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没有的, 中国人没有一套系统, 可以讲到这么精硬, 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 各位刚刚看到那个, 食物, 谢谢观看